其實我是一個很容易被感動的人 我一直在想 台灣這個地方會這麼有感情 這麼細膩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台灣真的很美麗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讓更多的朋友看到 這麼美麗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被你感動的是因為 你對朋友的那個誠信 然後引動了這麼多 這麼多因為你的想像 落實了變成絕對可能 當他們圍在你的車邊的 每個人的那種專注 然後 他們那個專注 這個專注是太難的 當今很多小朋友因為 有太多的誘因 而失去了真正的童年 我現在並不在河邊喔 我現在在一個校園裡面 而且這個科技呢 我今天的我們空拍機的老師 竟然是一位十歲的國小 同學 哇 不可思議的 現在正在知道他的 是好朋友 河島 對 很好 然後左手不放喔 然後右手大拇指同時往上推 滿不幫 遙控器 交到他手頭上去的時候 當那個空拍機 一米一米往上升的時候 那個視野越來越管 越來越管 越來越管 小孩子 第一眼是很驚訝的 因為他從來沒有飛過空拍機 從來沒有用那種高度去看過自己的家鄉 他想往前就往前 就看他自己想了就看了 從這個過程中 我們也去指引小孩子說 你的方向就像這個遙控器一樣 未來就在這個遙控器的前方 讓孩子用飛鳥般的上帝視野 來看自己的故鄉 從事影像工作超過三十年的 何明瑞導演 在民國一百零八年 將小貨車改成豆花車 進行全台灣影像教學之旅 為什麼我們希望用豆花車的方式去跑 也就是我可以跟小孩子用最直接的吃豆花 來去產生一種互動 那告訴他 從黃豆變成豆花這個過程中 要去選黃豆 要去泡黃豆 要去磨黃豆 然後甚至要加鹽乳 然後我們透過它 我們不加任何其他化學原料 就是用最傳統的 而且我們這個黃豆呢 是用飛機改的喔 飛機因改造的 對 飛機因改造的 豆花只有黃豆的香味 把我所知道的 我教小朋友 甚至五天的課程 我們教小孩子還做豆花 我們教他們去寫劇本 然後拍攝自己的紀錄片 小孩子自然而然會跟他們分享 是因為他也開始在把感官直覺打開了 配什麼料 全部加啦 全部都加可以喔 全部加 全加 導演認為用畫面來說故事 最能感動人心 而豆花是他吸引小朋友的媒介 那你豆花都自己做嗎 自己做 這麼 那麼厲害 為了去這個理想再去學習 對 真有膩 爸爸曾經問我一句話 雖然我爸已經走掉了 漂亮的 阿豆你去台北你賺到誰 我以前在永豐宇工作的時候 是每個月會寄兩萬塊給他們 是 後來 三十年前 哇那很多了呢 對 但是後來呢 我入這一行之後呢 沒有拿過錢回家 有時候看過我說 阿水你幸福有錢嗎 我知道他不是為了要跟我拿錢 是 那煩惱你 他嫌我沒錢 所以就會從口袋裡面拿個五千塊給他 五十歲之後應該讓生命有一點更大的一個突破 有一個不同的意義存在 所以我就想說能夠用我們的專業來去教小孩子拍紀錄片 那也能夠用空拍機的高度來去看自己的家鄉 看自己的家鄉到底是美麗還是被破壞的 美麗的土地我們應該怎麼樣來去讓它更好 唉 為什麼我們對大自然的功成略地 卻要由下一代來為我們和這塊土地做和解 一年多來 何導演將豆花車開進屏東東市 台東等許多地方 車子跟藉由貨櫃船前往金門 而在何導的心裡 當他開著豆花車 叫小朋友空拍時 心裡總是藏著一份懷念 我知道導演是齊柏林導演的好朋友 是 會用這個豆花車呢 其實當初我跟齊柏林齁 在聊天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我沒有他那麼大的能力去 去花那麼大的錢去飛飛直升機 他不斷地從天空來看整個台灣島 是 那所以我就跟他所長說 那你在天上飛 我在地上跑就好了 那其實這是一個玩笑話啦 但是當他那個飛機試試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這玩笑話不能 要停下來的 但是呢 我要去實踐這一個我跟他承諾 豆花車就像台灣人一樣 是很在地的味道 然後完全沒有任何的這種甜味 或是任何的味道 但是他為什麼形容就像台灣人 跟這個台灣人一樣呢 因為他的包容力很強 任何的文化經過 他都被吸附了 所以他可以放一點薑汁 他可以放一點花生 他可以放一點甜味 其實融合在生活裡面 所以台叫台灣 就是我跟齊柏林的承諾 那我寧可用自己的腳步 一步一步走 但能夠走多遠走多遠 走多久走多久 我覺得我只要每出去一次 有一個小孩子 他感受了 我都覺得我賺到了 其實我是一個很容易被感動的人 我一直在想 台灣這個地方會這麼有感情 這麼細膩 沒有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台灣真的很美麗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讓更多的朋友看到 這麼美麗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被你感動的是 因為你對朋友的那個誠信 然後引動了這麼多 這麼多 因為你的想像而落實了變成絕對可能 當他們圍在你的車邊的 每個人的那種專注 然後 讓他們的那個專注 這個專注是太難的 當今很多小朋友 因為有太多的誘因 而失去了真正的童年 謝謝 感謝你 讓這一切 要面對流傳下去 謝謝 謝謝 哇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剛剛誰有學習到 我 有 有喔 然後 你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開始產生一些興趣來 有 皮像鳥 皮像鳥一樣 剛剛誰說像鳥一樣可以在空中看 沒有 六兵 來 你來發表一下 剛剛到那個利物溪 我有看到我家 有看到你家 我也有看到 我也有看到 從空中找到自己的家 然後我也看到 他有沒有飛回去看一下家人 還有人在工作 沒有 沒有 他家裡顧妹妹 你第一次來這邊嗎 我第一次來這邊學校 但是我花蓮 我很早以前就來 因為我很喜歡石頭 所以我就會來花蓮找石頭 可是這邊是好傷好傷好無聊 耶 OK有一天喔 你真的離開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說 故鄉真的 有不一樣的情感 我只想吃東西 還好 這孩子還是很孩子 我現在只想吃東西喔 父母親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夠受到一個很棒的教育 然後可能自己也想了很多方法 希望他去到一個很好的學習環境 像我們小時候 所有的父母親都告訴孩子 你要一百分 你要第一名 那樣子的世界 是不是值得我們去省事一次 但是小朋友 他有他自己的世界 未必能跟爸爸媽媽畫上等號 那樣子的世界 是不是值得我們去省事一次 好好的跟當代的孩子 做一個良好的溝通 讓他們走到他們要自己去的地方 讓他們選擇自己的未來 先學習禮貌 你的人生的交際 那個空間才會廣大 你在天上飛 我在地上跑 雖然高度不同 但也許我能 跑出跟你一樣的視野 啟發大家對台灣的愛與保護 河島帶著與齊柏林的承諾 讓竹夢的飛航模式 持續啟動